老街是许多人假日出游的选择 今天采访小组就带大家来到新竹的北埔老街 这个在新竹开发最晚的地方 却是台湾古籍与历史建筑密度最高的老街之一 在这个古色古香的环境当中 当然也有让人赞不绝口 世代传承的客家美食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趟老街巡礼吧 新竹北埔老街在清朝 曾是北埔地区最热闹的商业中心 也让北埔拥有与众不同的聚落文化 来这里不但能品尝道地的客家小吃 饰饼雷茶DIY 还能够走进这些古老建筑中 阅读台湾的历史 来一趟不一样的执行之旅 记者刚刚经过的呢 是在北埔老街的叮咚桥 你可以听到刚刚经过的时候 那个石板发出叮咚的声响 是早期北埔居民为了防御外敌 然后如果不知情的人踩过那个石板发出声响 就可以让居民有所警戒 北埔迷人的风俗人情 短短两百公尺的老街 就拥有京广福公馆 江家天水堂 江阿兴古宅 慈天宫等多座古迹 再再述说北埔的风光繁华 而来到新竹北埔 不能错过的正是客家料理 放眼望去北埔老街附近 更是有许多客家菜餐厅 跟着采访小组的脚步 来去吃客家料理咯 家传好味的阿婆酸菜鸭 工序相当繁琐 汆烫后的鸭子 以老卤中药材卤制 增添酱香 经过一小时卤制 直到鸭身上色 再入油锅 整只鸭炸到金黄油亮 表皮微微焦脆 鸭肚里还藏有泛成菌的美味秘诀 增添客家风味 一般我们的酸菜的话 是用芥菜 大菜 我们去 因为它一种就种很多 一般以前人都吃不完 吃不完的话就腌酸菜 以前酸菜多的话 那我们就把酸菜的部分 做一个鸭子的运用 塞到鸭子 让这个食材可以多样形 油炸以后 我们把酸菜 我们塞到我们鸭子的肚子里面 我们塞的 酸菜的数量 大概四汤匙左右 大概我们抓四两个动作 因为我们如果 酸菜的量如果太小的话 我怕到时候 我们蒸煮的时间 的味道会不够 所以我们塞的量 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 塞好酸菜的鸭子 最后还得再进蒸炉 蒸到入味 让酸菜的咸香 均匀地融入鸭肉中 耗食费工的阿婆酸菜鸭 先卤后炸 再蒸 这肉质依旧软嫩 搭配焦脆外皮 更加酥香 长时间的焖蒸 酸菜滋味完全渗透到了鸭肉里头 酸香开胃 持家流香 它的鸭一般来说 会柴又色 可是它吃起来 那个肉非常的细 吃起来非常好吃 那酸菜呢 看看喔 它那个酸甜酸甜的感觉 配起鸭肉真的是绝配 那它这个鸭的话 经过处理 放酸菜进去 吃起来就很滑润 酸菜的味道 把油脂吸进去 然后鸭肉又吃起来 湿湿润润 甘甘甜甜 还蛮好吃的 姜丝大肠也是不可少的客家好料 据传在日炬时代 只有客家人才利用猪肠下锅 是客家人克勤克俭 在料理上化腐朽为神奇的代表作之一 有一说 则是客家人过去为了避难而隐居山林 不予取得海产食材 而透过饲养畜牧 耕种自给自足 因此呢 丰富的肉类与内脏等三针 变成了客家饮食中饱足 提升体力 补充营养的必备食材 温体的大肠 经过它的处理 我们把里面的脏东西 我们把它洗过以后 然后用太白粉 还有我们使用苏打粉 时动苏打粉 来去做一个浸泡 那浸泡的时间 大概是四到五个小时 会泡大肠这个步骤的话 就是希望说大肠的部分 吃起来不会像橡皮筋 在炒大肠的话 我们一定要用一般的白醋 白醋筋 炒起来了以后 大肠比较倒地 吃起来的口感 比较符合我们客家餐的味道 它这个姜丝大肠的口感很好 它的大肠的那个软硬度刚刚好 刚好你不会说是咬不烂 它的酸度刚刚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还蛮喜欢来 他这边吃他的这道菜 一般的姜丝大肠肠都是很 很那个像橡皮筋这样子 可是这个姜丝大肠是非常好的 不用 不会让我们搅得搅不下来这样子 最主要的是 它的姜丝是嫩姜 而且这样配起来 我们姜丝跟大肠一定要配着一起吃 而且那个酸度刚刚好 真的是很好吃喔 他们的猪肉是自己杀的 然后自己卖的 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是非常的新鲜 所以吃的比较没有负担 老板今天是不是还要带我们去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看一看 对啊 那我们今天等一下 我们会到我们北埔 我们的北埔工友市场 我们每天都会去的 北埔工友市场 我们自家的猪肉摊 我们每天都会到北埔工友市场 把我们的猪肉切好 配料好 来到我们的店里 做一个食材的运用 来到北埔工友市场 映入眼帘 在猪肉摊心情忙碌的身影 正是老板的妈妈 每天清晨四五点 就要到市场来处理上百斤的温体猪 要怎么挑选猪肉 问他就对了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看它的肉色 肉色还有它的油 油是很亮的油 有没有 肉色是很鲜红的 这颜色就这个温体猪就好吃 老板妈妈守着摊位几十年 拉拔孩子长大 再传授一声好手艺给孩子们 而老板范成军呢 原先在竹客工作 但是为了家中生意 他决定回到北埔 我们叫两种事业 第一个就是市场 市场的话就是第三代 那我们餐厅的话算是第二代 那第二代的话其实那时候是担心说 妈妈这个部分的话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我就回来算是想尝试看看 一方面也是做一个传承 因为其实客人吃到好吃的菜 那我们就把它传承下去 那把它发扬光大 把这个产业把它做好 老板决定分担妈妈煎上重担 清晨到市场剁肉 还要兼顾客家餐厅的料理 前几年相当忙碌 即便现在已经将重心转往餐厅 市场交友弟弟负责 但现在的他剁起肉来 可是一点都不生疏 这是我们的后脚 这是我们猪的后脚 这是猪的前脚 那怎么去分辨它猪脚的前脚还是后脚 其实很简单 一般我们前脚的话 它看起来它的肉质会比较饱满 那我们的后脚的话 它看起来的话就是它的皮的部分 会感觉会比较多 然后它会比较小支 那我们怎么挑选我们的猪脚 一方面的话 那第一个你猪脚的话 就是一定要干净 没有毛才能使用 以前我们的比较老一辈的人 比较喜欢吃这个部分 现在年轻人基本上 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他比较不敢吃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会把这个前面猪脚的部分 做一个去掉的动作 客家菜着重在肉 大众对于客家料理的既定印象 就是重油重咸 而身为青年级生 年轻世代的老板夫妻两人 深知唯有改变料理口味 才能吸引更多客人 不仅去掉现代人叫少吃的猪蹄 还在调味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因为以前很多人喜欢吃猪脚 但是他很怕它很油 所以后来我们就有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们先滷好上色入味了以后 我们再一起下油锅炸 炸它炸完它就会把那个油分 稍微的已经沥掉了 所以我们吃起来的时候 还蛮爽口的 但是它又很入味 不会到很干很柴 红烧猪脚卤制入味 均匀裹粉就能下锅油炸 经过高温油炸 替猪脚裹上了一层薄脆的外衣 起锅后撒上胡椒粉 简单调味 喷香的脆皮猪脚就可以上桌了 猪脚外皮维酥 一口咬下相当Q弹 肥而不腻 带有淡淡的中药香气 回味无穷 一般的话 都是客家人都用鲁猪脚 很少有这种做法 吃起来酥酥脆脆 而且它的油脂都已经逼出来了 所以口感非常好 觉得吃起来它不会油腻 而且很香 然后这个皮酥酥的 一点吃了都感觉很好 范成君回家后 市场餐厅两头跑 他跟太太两人承接了妈妈的手艺 但是当真正开始料理 却又是另一回事 两人成天买手厨房 努力钻研客家菜 这是我们的梅干控肉 里面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食材 那我们的食材呢 它是我们以前农家的阿婆 她亲手帮我们做的 那就是以前的大菜 很长的大菜 然后采下来之后洗干净晒干 晒干之后我们开始要咽咽巴 最刚开始这个是要咽到最干的样子 要晒干然后咽咽巴 所以你看每一个梅干菜上面都有结晶 它只要放了一定的年份以后 它的本体会越来越干 然后它的盐会开始结晶 这一卷大概有十几年了 所以它的味道还有它的颜色 都是非常非常的到底 像是这道梅干扣肉 夫妻俩舍弃原先以油锅直接烹煮的方式 改以劳卤卤制 再搭配成年梅干菜一起焖蒸 拥有独特且浓厚的干香气息 去除油腻感与猪油的油香相互融合 回甘不死咸 坚守食材品质 提供客人新鲜料理 是妈妈不断强调的道理 老板跟太太也将妈妈的教导 警惧在心 而两人所有的努力 妈妈也都看在眼里 还没当兵前也实际上是跟我们帮忙 然后当完兵回来以后 有去上个班 然后现在接手 接手这边也有帮忙 然后现在又接客家菜 茶坊的地方 然后这一段时间 他也真的是非常努力 一直在转型 也做得很好 真的 真的是很谢谢他们 真的小孩表现得都很好 都不错 很欣慰 妈妈的方式就是 年轻人如果能创新 就用力 很支持 他很支持我们 就放宠一搏 让我们自己去做 其实不会有特别说 一定要遵守他的方式 反正一般我们做菜的话 就是客人的接受度 比较高 那我们就用我们自己本身的 比较改良过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 既然来到客家庄 怎么能错过客家小炒呢 客家小炒的来源有数种说法 而最广为人知的 是早年鲜明唾肯不易 逢年过节必备三生 筹械土地工的庇佑 每当祭祖完毕 身性勤俭的客家人 就会用这些素材 搭配自家种植的青葱 炒成香气十足的重口味家庭菜 一方面开胃下饭 有充足热量补充体能 另一方面呢 在没有冷藏技术的时代 可以令饭菜存放较久 那我们小炒肉丝的话 油化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5比5 那因为我们切下来以后 我们要用机器去切 所以它的厚度的话 大概是0.5公分 0.5公分 因为我们小炒肉丝拿回去 切好以后拿回去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边的动作 把它的油脂逼出来 吃起来的口感才不会那么油腻 我们在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表皮上 有一点点焦焦的感觉 代表说我们可以 把葱姜蒜放进去 做一个收尾的动作 大火爆炒 109年 客委会举办第一届客家小炒大赛 老板成为了全北浦 唯一一家受邀参赛的店家 这次比赛让他获益良多 而范成君的炒工一流 强调锅气的客家小炒 更想客人赞不绝口 客家小炒 其实我刚刚吃了之后 我发现我最推的是 那个里面的鱿鱼 鱿鱼真的好吃 因为那个一般来说 我们炒的时候很容易会硬 可是呢它是脆 而且香 所以其他的味道 韵味这样加进去之后 很下饭 餐厅在老板的努力下 竟有起色 其中少不了咸内柱 就是他的太太 虽然平常就这么恩爱嘛 太太果粉老公就在旁边这样子 其实 因为一般的话他比较不会进来 太太原先是急诊室护理师 结婚后决定放弃热爱的工作 成为先生的得力助手 但医院到餐厅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领域 也曾让他经历了一段适应期 比较不能接受的是热 因为一刚开始我们在医院工作 都是在吹冷气 虽然也是很忙啦 但是因为吹冷气的环境下面 那我们就会比较舒服 但是在餐厅的话 我们要热油 然后热锅 然后环境又很热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 就是不舍之前的工作 但是看到这边餐厅做得这么好 那么多人喜欢 那另外一方面 我又可以顾到家庭 顾到小朋友 那我觉得一举两得三得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老板娘跟在了婆婆身边 煎 炸 炉 炒是样样学 店内的油葱酥 就是继承婆婆的手艺 由她亲自拌炒而成 光是一锅得要持续搅拌三十分钟 完全是体力活 我们要先把旁边的都先 先让它确定不会黏到锅 把它推下去 那等一下再打油 就是做油葱的这三十分钟里面 都要一直不停地搅拌 这样子都不停搅拌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体力活 对 那刚刚有看到就是 你们的那个红葱头 它其实是切成片 不是切成碎块 对 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切法 因为我们店里面有做一个油葱 油撈饭 那油撈饭的话 我们会把炸好的油葱 酥酥脆脆的油葱 放在饭上面 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可口 那你试看看 好 那我来试看看 这是真的很难 很难施力 比较不好施力 因为它的勺子比较大 对 那这个这样搅拌三十分钟没有停的话 是真的 手蛮酸的 采访小组亲身体验油葱酥的制作过程 是相当不容易的 需要不断地翻炒红葱头 随时注意粘锅情况 以免烧焦 才能完成金黄油亮的油葱酥 在白饭上淋上带点猪油的油葱酥 酱油膏以及花生粉 一碗香酥可口的油烙饭就能上桌 香气四溢口感酥脆 一不注意就吃个精光碗底朝天 油葱酥是特制的 而别的地方可能吃不到 这油葱 油葱配在饭里头 香的那个程度 你可能一碗再一碗 它的油葱真的很好吃 它的油葱真的酥酥 然后刚好那个油腻的口感 又不会太油 然后非常下饭 然后分量也刚好适中 老板夫妻两人相互扶持 精进店家料理 有机会来到新竹北浦 除了逛逛北浦老街 来一趟古迹巡礼之外 不妨也试试在地特色好料 一品传统客家料理的好味道 与浓浓情感 今天也辛苦了 这个就是好的吗 这个温度比三温暖 还有这个 这个碳跟我们一般 烤肉的碳有什么不同 白碳的温度比较高 而且比较不会冒烟 白碳就是非常碳